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热气 这个热气是2017年0825 这个就是2017年8月25号出产的 正好大概过了15个月 15个月的电池跑一个十几公里 这个显然是不正常 是不对的 说明这个电池是有问题的 之前我把这个五支电池全部充满电了 然后通过这个放电仪把电已经放完了 刚才已经说了这个电池大概用了15个多月 3R的电池用15个月跑十几公里 这个显然是不正常 但是正常情况下像这个五支电池 它不可能全部一起坏 那我们今天就讲一下这个电池是哪里坏了 现在这个五个电压显示的是这个相低音这个电池放过后的这个电压 那个回升的电压 第一支啊 低音这一支的是11.59 第二支是12.53 第三支是11.59 第四支是11.62 第五支是11.47 第四支是11.57 这个是现在回升的电压 现在我们看一下容量 容量在这个底下这个上面写字了 这个红灯下来 这个是容量 我们全部打到容量上面去 第一支容量是还有28安 这个是0.8安 这个还有27 这个还有27安 这个还有29安 显然表明啊 这个四支还是可以的 第二支是不行的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方电时间 方电时间 方电时间 这个是169分钟 这个只有几分钟 这个是167分钟 这个是165分钟 这个是178分钟 那说明啊 这个四支电池还可以的 这支电池不行 那这支电池不行 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讲一下 现在这个五支电池和刚才这个方电仪上面的 这个五支电池是相低音的 大家看到一个问题没有 这五支电池上面这个牙色 这个表面有这个 有白色的 这个四支都没有 好的这个四支没有 这个白色是什么 是牛酸 也就是说这个电池里面盖子可能 充电时候 给气体充起来了 然后这个牛酸露出来了 那我们今天主要就修复这支电池就可以了 这个四支电池啊 用一年多15个月 放电还有那么多 还算正常的啊 那我们现在主要就讲 今天把这支电池修复好 怎么来修复啊 看过我往期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这支电池刚才讲了是缺水 现在我们开盖 把这支电池加水 就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 开盖还是用这种小铲刀啊 这个小铲刀是我特意做的啊 然后从这边敲进去啊 用个锤子轻轻砸一下 这样盖子就开开了 很好开的啊 也不用加热加什么的啊 把这支也开开 今天这个电池盖特别好开啊 这样我们这个两个盖子开开了 然后看到这个绿个孔啊 我们现在把这个里面清理一下 就可以加水了啊 现在我们把这个盖子全部给拿开啊 然后我们用这种这个电池啊 专用的这个电池补充液啊 大家千万不要用这个细牛酸 或者是个电池液啊 也用这个专用的补充液啊 然后我们拿一个一次性纸杯啊 倒进去 不要倒太多 有这么多机梦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注射器啊 大家看到没有啊 之前那个讲过那个加水电池啊 那20的加这个10毫升 12的加5毫升 32的我们结议加15毫升 45的我们结议加20毫升啊 那我们今天这个电池啊 就要加15毫升啊 到这地方15毫升啊 大家看到没有啊 每一个鸽子啊 就打15毫升就够了啊 电池加水啊 一般的电池在这个使用一年多 只两年之内建议加水 时间长的电池啊 不建议加啊 也有网友问我 电池用了个三年四年的 还可不可以加水 那样的电池是不可以加水的了啊 加水一点意思没有了啊 正常那个电池啊 这家使用水面啊 也余在这个三年左右啊 仔细的朋友啊 可以用一个四年 一般的朋友这个 这车不爱气啊 不保护电池啊 乱充电 可能性就用一个 两年多就不行了啊 这样我们这个电池水啊 就加好了啊 加好之后 我们把这个盖子盖上 假如这上面有这个电解液啊 我们把它擦掉啊 上面有口上面有 我们建议把它擦掉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盖子再盖上啊 六个小盖子全部盖好了 不要再次让它这个松动啊 那我们现在再用这个浇水啊 把这个盖子给盖上 浇水不要打太多啊 一般上打几个点就可以了啊 嗯 打多了也不不利于这个电池啊 这个里面的通风啊 大家把电池开开的时候啊 就能注意到啊 每个电池中间有个阁 知道吧 这上面都有个阁 这个阁啊 是这个电池之间互相通风器的啊 然后我们再盖上这个盖子啊 这样我们的水就加好了啊 加好以后啊 大家不要忙着着急充电 加好以后我们建议啊 进放两个小时啊 进放两个小时以后才可以充电啊 现在这个电池啊 嗯 已经进放了差不多有两个小时了啊 刚才我们加出的是这支电池啊 这个盖子这个盖上已经干了啊 现在我们开始充电 我们现在充电啊 不要用这个电动车自带的那个充电 充电 我们把这个五支电池啊 并连 负极和负极全部用线 这样连接起来 正极和正极全部用线 这样连接起来 然后我们最好用一个这个脉冲的 脉冲12V这个充电器啊 充电 然后充电啊 这个正极对正极啊 加上一个转就可以了啊 这个负极加上一个就可以了 随便加一个都可以啊 这样 现在我们等这个电啊充满 充满以后啊 这个电池啊 基本上就可以了啊 最后和大家讲一下 这个603R的电池啊 正常情况下 新电池自家状态啊 能跑路 能跑一百多公里 在这个电动车上面啊 能跑一百多公里 三轮电动车啊 公里要少一点啊 正常这个电池啊 用了一年多 跑路啊 只能跑十几公里啊 基本上就是 有一只或者一年只坏了啊 基本上通过我们这个方法 修理一下 基本上都可以能恢复的啊 将这种情况 在修复电池的时候啊 首先要检查 哪个电池亏电 看看这个电池啊 是不是这个盖子上面 又明显了这个白色的 要是有白色的 这个电池啊 说明就漏电 说明这只电池缺水 那么只需加这一只 电池就可以了 哪只电池缺水 加哪一只 哪只电池啊 不缺水的电池啊 千万不要加啊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啊 记得点个赞 点个关注 点个分享啊 我每天更新一期视频 谢谢大家啊